恭敬 太清道德天尊 性是玄为真经 恭敬 太清道德天尊 性是玄为真经 恭敬 太清道德天尊 性是玄为真经 太清报告 至心归命理 随方社教 历节度人 为皇者师 帝者师 王者师 假名一号 历天之道 帝之道 人之道 隐胜显凡 总千二百之官军 包万亿种之伴器 化形金骨 祝道德凡武千言 主卧阴阳 命为庭用九五之术 大悲大怨 大圣大慈 太上老君 道德天尊 开经济 门香宫顶礼 宋经表心钱 锐气迎唐室 慈云布地天 鲜果献佛圣 清茶敬神仙 愿其垂见诱 四季消灾千 开经赞 道门始祖 道德天尊 祝经说法度人群 深瞻与诺恩 宋经邦音 消灾府满门 归命 太上老君 道德天尊 太清道德天尊 姓氏玄为真经 本卷 不天地者 大道之气所生 万物者 太玄之经所化 乾坤未叛 天地未开 天地之体 何而为依 清酌不分 故约混沌 混沌者 乃无极也 无极不分阴阳 无极而生太极 似由太极而生两仪 变为四象 五行八卦 太极之元气 动者属阳 静者属阴 静急而动 动急而静 一动一静 分阴分阳 在天成相 在地成形 天开地辟 乾坤定乙 天有日月星辰 地有山月河川 日月照其名 四季顺其绪 阴阳已分昼夜 寒暑而定岁月 日诸月往循环不喜也 玄缘之气 尼罗乾坤 而化生灵 无极之光 照耀宇宙 而欲万物 清酌二气 何为一体 阴阳之气 何者为人 人之本性 从无极神光而生 身之良心 由先天道气而赋 道生三才 为人最贵 身存三宝 为神最灵 幸福于天特厚 命力于帝独幽也 道生三才 人得此身 乃见父精无血 土水烽火而成 四大甲合 各约换身 为天父之性 道父之灵 即是真也 宰天履地 人居中央 天之体源 故人之头源已向天 地之体方 故人之足方已向地 天是一大天 人是一小天 生我养我欲我 三宝五行俱备 一呼一息 气脉运行 如同天地之声降野 天动地境 南动女境 天有日月 人有耳目 天有耳目 天有耳目 天有耳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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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目 天以日月为耳 人以血气为耳 两间四山 两溪四川 天有365度 人有365骨节 天有8万4千星斗 人有8万4千毫毛孔鞘 钱为天 鼠羊 坤为地 鼠阴 父为天 鼠阳 母为地 鼠阴 天有三宝 日月星 人有三宝 精气神 天有三光 日月星 人有三尊 君亲师 物有造化 人有死有生 若能修持得法 精灵永不灭也 自有天地以来 细今六万余年 人之生生死死 未了轮回 甚至坠落地狱 化生昆虫 鬼类畜生等 不计其数也 天地使开 道气同出 人之出生 佛性俱备 自无生有 自有环无 道不远人 而人自远 魔不迷性 而性自迷 生生死死 一颗投胎 万会兴衰 无有穷尽 君皆人心 离道太远 六欲昏心 七情迷性 行皆不善 作乐多端 望其本来善性 为其固有天良 使荣华如性命 看道德若泥土 日失良心 十米本性 招来罪生 目道梦死 干坠三图六道 岂不于灾痛灾 天下苍生 醉生梦死 三寸气在 作用无穷 不知世上万物是假 大限来临 终必归空 凡尘万物皆假 唯我一灵独真 不知早物 一味横行 耗尽精神 已至老死 亦失人身 再难复已 苦乐两途 皆人自造 故曰苦海茫茫 回头是岸 天地生降之礼 日月往复之机 分有阴阳 转生造化 修阴阳以恋长生 知造化以真不死 寡欲以去思 宁静以致远 修身养性之礼也 明慧断吃 用定义除念 明心见性之道也 性柄清清之气 世为天 命 心受重酌之臣 所言人情 天命者大道也 人心者 鬼魔也 先天之性 清静无垢 后天之心 尘欲有乌 凡欲修真恋道 必须摘戒身心 心者 身之主 性者 命之源 始故此心若失 此身亦灭 私性若亡 私命亦绝 人亏心性 生命必败 心为有形之物 万物一空 性为无形之体 诸根虚净 练其心 武器介于条元 修其性 三花并得俱顶 修心之法 必须消除情欲 以致一念不生 养性之礼 勿以断绝贪嗔 而道万元无亲 一念不生 为之静 万元无亲 为之轻 清静者 无为大道也 学道无他 只在明心 村禅不外 唯于见性 欲知天地之道 必要尽人之心 欲明学玄之机 须当村性之礼 不以富贵功名以乱其心 当以忠孝仁义而修其性 去三心 扫思想 敬六根 修道之功夫也 断二过 空五蕴 行实善 了道之根本也 五蕴若空 六根自敬 三心能了 宜性当名 私欲千禅 难免争名夺利 尘根俱敬 方能明心见性 道之无极 分阴阳 盼清拙 敬以恋己 善之无量 分善恶 盼祸福 动以渡人 修道非抛弃弃弃子之举 行辞为普度苍生之修 因实 因地 因人 以渡人 寡欲 寡言 寡色 以修持 除其外诱 充其内人 断诸欲念 便能修道 以妻为吕 以子为友 在家村禅 向外乐道 宫果圆满 自能非生 人之身 乃是假身 道之心 即是真心 弃假身以恋瓦体 凝真心而养性命 人道修缘 天道乃全也 先天祖弃 学道之人 不可不养也 此祖弃者 乃玄缘一本之弃也 怀胎以前 一点太极而已 离胎以后 一点圆阳而已 性依此祖弃以为主 命得此祖弃而不坏 故在天位之命 复之于人位之性 性者弃也 在天位之弃 复之于人位之命 弃者神也 命者性之所从出 性者命之所由成 天地交态 万物而生 有行思有气 有气思有礼 礼之所在 性即聚焉 性之所在 命即宁焉 性命之所在 大道即生焉 故修道练性 使气之不费 佛曰 宁心见性 道曰 修心练性 如曰 存心养性 以道全行 以气全真 善养浩然 力竭不坏 性命之道 玄妙无穷 必须性命双修 使能以真功用 动彻阴阳 分明清拙 修真养应 静心修性 乃得性命双修之功也 性者礼也 在天位之礼 复之于人位之性 故名其性曰天性 弃者命也 在天位之礼 在天位之礼 受之于人为位之礼 顾名其命曰天命 修道之事 心不为物累而常正 气不为物累而常平 心正弃平 性全命固 存心以养性 尽性以达天 为何阴阳 全其性命也 修命者 修命者 神助于气 异系于习 神气相合 永不分离 聚久不散 一点真灵 自得阴阳二气 融合一团 炼精气神三宝 以赴其命也 养性者 严动视听 地球手里 喜怒哀乐 地球终结 世事不较长短 处处长存涵养 身无欲 而心自定 心若定 而性亦定 培养祖气 认明本来先天灵性也 天命之畏性 阳中之阴 人性之余命 阴中之阳 穷天地之玄化 察阴阳之元机 守依抱缘 尽性修命 群音宵尽 真阳自生 赴我天命 还我本性 归于无极 还于虚无 永正无始真玄 托乎生死之官也 善存产者 必得神通 与天地合一 能全其性命 以静之动 心不染尘 以柔克刚 性不夺望 夺天地之造化 运阴阳之元机 水火相继 坎离相通 大则单成而正胜 小则并欲而提康 自古至今 何以修道者多 而成道者少 其避者有三也 生居尘世 贪恋富贵 世财如命 未肯恶善 此其一也 心存其意 疑惑旁门 不遵师 不重道 此其二也 或前世冤孽未尽 或今生道德有亏 只知村禅 不知忏悔 三纲五常不守 四为八德全无 此其三也 修道者不知其理 孙禅者不明其法 忙修瞎恋 以鹅传鹅 或入邪门 或走其路 以致未能归真 枉费力来功夫 故初学者 遗寻名师 指点妙诀 时有所得焉 金逢三旗 大道弘开 急需村禅悟道 而炼成法体 更要修心养性 得版本还原 外功成 内果求 不归仙道 亦得长生也 静坐之道者 阴阳造化之理也 得玄韵法 可以长生 忙修瞎恋 亦能致命 故参禅者 有益于人 亦能损人 所谓有益便有害也 村禅之理 应知寡欲敬神 而玄关不杂 炼弓之法 主要存诚趣望 以正窍至虚 初步学道者 先炼气 心神气能平 则性情纯良 自然与世无争 忍入精进也 心能定 则幽经不起 自然乐我尝静 智慧加增也 神能和 则魂魄安宁 自然此身舒适 玄妙可通也 身中知精气神 乃炼丹之之宝 无精不能化气 无气不能养神 无神不能置虚也 炼精化气 命入丹田之内 炼气化神 性济黄庭之中 阳精满而纯 阴气即而化 自然神气条何也 由神炼成纯阳之体 由精化为纯真之气 由气环道清静之虚 心火下降 肾水上升 水火融合 性命合一 万劫不坏 永生不灭 与天地同体 免受无常之居也 人之大患 皆因利欲熏心 视之是非 尽自金钱害命也 富者不休 终日沉迷酒色 贪者未物 帝生道 银饭归 时堪哀民也 人生于事 不知修道者 或也 欣染于尘 不晓打扫者 迷也 人身宝贵 贵在知修 不分于闲 若能兼致 遵守圣贤之道 培养因德 见吕先佛之真 勤炼玄机 能忍苦中之苦 方为人上之人 莫待老而提弱 使之看破事情 悔而莫及也 修道者 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解杀放生 碾结来世之恶业 不失利得 耗重今生之善果 富者福为济困 贫者克勤克俭 三千功满 便能脱繁入圣 八百果元 更喜超俗成真 无奉天命 普渡三奇 注经已绝世 说法已醒人 不辞婆心苦口 唯度末节残灵 愿众生其早回头 上慈航而登彼岸 超脱苦海 同归灵山 此经奉旨铲铲成天 流传世事 世纪人人 永瞻极度 信寿奉行 父圣言回夫子 赞约 民之日高 世风日下 报恩利得者少 争名夺利者多 说文明 唱平等 难不忠良 女不结真 迷未灵性 时可商议 道祖宏愿 班次真经 获奖人天性命之礼 火说阴阳造化之道 皆是大道精华 成为省事宝珍 修道村产者 必修必物 齐家向善者 一送一池 道祖传此经 劳力又劳心 经文虽浅进 句句是梁真 申愿善男女 前承报圣恩 诵经旧节眼真权 普渡慈行节善缘 了悟福生魂似梦 集修妙国反先天 完经记 真经前宋帝 圣驾反太清 遵守经中语 愿求智慧生 村禅玄俏静静 修姓道心明 修功功必就 练道道必成 完经赞 省事玄伪 苦话四方 修身学道物禅功 遗窍自然通 苦海慈行 大道广宣扬 闺命 太上老君道德天尊 太清道德天尊 省事玄伪真经 中